我比狗熊好 行 来到两边的第六局比赛啊 哎 TD在蓝色帮直接搬掉了伊泽瑞尔 这个是Soil最为招牌的一个英雄啊 把你今天后面手感热的全搬了 然后再点对点针对搬 搬到了你Skyfield的招牌 龙王也搬 而都啊 依旧承担了两手版本的压力啊 阿卡丽跟佛耶哥 第三手 龙王 搬掉了双C 最招牌的英雄啊 这是 对 而这种EZ一般 其实也算是拆掉了你Nova Poke的体系 这样看一下Nova的第三班啊 还要不要针对鳄鱼呢 不针对了 针对了寡妇 因为蓝色帮的TT自己没搬寡妇 那现在看在外面 其实力量的预线级蛮高的哦 盖轮鳄鱼都在哦 这个教练就在问 维新你是要拿鳄鱼 还是要拿盖轮 你要拿 你想拿那个鳄鱼的话 那我们也不知道 你想拿盖轮的话 我们就不着急 我可以先给达演舒莉莉啊 但你就是想拿盖轮 你就必须得拿 对 就拿鳄鱼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先去提高 打野的预线级 是的 反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 那作为交换 Nova前两选 可以在九桶上注定考量 包括泰坦 对泰坦 泰坦 哦 一击 真狠 这是把今天小白两个机也是有奇效的AP打野拳选了 真狠 但小白还有莉莉亚 还有一个小鹿 这莉莉亚二三选得出了 这不出Nova后两手要加班的 莉莉亚永恩呗 如果求稳的话就莉莉亚永恩 还是 莉莉亚泽利 对吧 依旧保留了蓝色帮泽利尧中的可能性 但就是现在这二三选补的都是大后期啊 有点拖其实 看Nova的第三选 啊 而Nova又是在比鱷鱼 这前三手掌距能力好强啊 前三手Nova也是展现了一些进攻的姿态 而且上一局小张鳄鱼的表现真的很好 就为什么在第一个BO7里面 TT一直在针对小张的鳄鱼 然后这把其实没 这个BO7倒没有针对小张的鳄鱼 我觉得这个改变 可能TT到目前为止还没想明白 有点太自信了 而且今天维新状态好像没有那天好 对吧 今天维新的状态没有那天好 状态这个事就很玄乎了 就你很难讲 你状态 你状态好 你能带上搜搜 我吗 来吧 二轮班 Lovart先盘掉了ON RTT是先处理掉了霞 两队依旧是根据现在没出的位置 去做了一些限制 加里奥 感觉加里奥可以考量 加里奥或者老树 加里奥或者老树 老树挺好的 可是这个老树得搬 青钢影 还是搬青钢影 就是不给这个中单青钢影的可能性 VT最后一番 这大概率就是做绝了吧 这个射轴背上的VT 卡莎也翻了呗 双C都还没出 我觉得就班卡莎吧 班卢西安了 班卢是一个真理的卢西安 这样可以给你拿杰斯 我感觉TT好像自己想拿杰斯 这样班卢西安的话 就这两边都有点接受杰斯打永温的这个对线 但我觉得以TT的角度来说 他们可能要拿这种对线有优势 就得考虑杰斯 看下Nova 第四选 要不要抢啊 先把杰斯抢下来对的呀 因为TT这个阵容就像你刚刚说的太拖了 现在这个莉莉亚加泽丽都有点拖 永温 哇 没问题 永温没办法了 现在永温一拿只能说我们后期再见 最后再选一个大树 这吧 TT 就反普归真 选择球稳 打运营 前期要稳住 这阵容去选拽 我们就知道 TT的阵容要想发力 15分钟后见 我看Nova的最后一手啊 来自于Soil 要不要接着搞卡沙 我觉得就卡 卡沙了 对于你也没变的了 将阵容选下来 但你别说Nova这个阵容找进去的能力其实很强 还蛮喜欢Nova这个阵容 对呀 那首先无论打也是太坦还是九筒啊 这个中野的相形都很好 然后上路又有一个鳄鱼上半区战斗力很强 下半区 康波练又很稳 阵容选完Nova的教练也是有一点欣慰啊 可能看到这样的阵容选下来更相信自己选手的一个临场表现 而且确实可能两局打下来选手们的状态也越来越好 而对于TT来说这个阵容选下来也是回归到了一个球稳的一个姿态了 毕竟玩了两局不对了 玩了两局不对了 对现在阵容敲定啊 其实打法风格也比较的显而易见 对于TT 前期稳自当头 等后期 等这个3C 而对于Nova 这个严谱的找机会能力太强了 而且刚才两个半区我们都说了 这上中也打架不弱 下半区控制链稳定 其实都是有前期有可能会出现人头爆发的一些英雄组合 看能不能打出来 变数可能还是在对线上面吧 我觉得变数就是在对线了 呃首当其冲我们要去考虑就是上路对线这把维新变队 这整个盖伦去打鳄鱼 我不知道这个对线会长什么样 其实这个对线我们本赛季见次数蛮多的 光说英雄我们肯定都知道 但带入状态和ID不好说啊 对吧 就是如果鳄鱼想真的跟你换血换凶一点 你盖伦其实也不好跟他打到底 而且我们之前见的比较多 鳄鱼打盖伦的对线结果都是 鳄鱼会通过血量去换线权 然后去争取第一波回家的时间节点 来了 诺瓦是接连连下两成 追回了两分 也吹起了反攻的号角 而对于TT来说 赛点只剩下最后的两个 你看这个中野 诺瓦的中野双电行 这前期一定是要联动的 爆发很高 对的 这样的代法也造就了 诺瓦会在对线打得会相对而言比较的激进 和追求跟你换血 这把应该是个时间比较长的对局 这样战线会拉得比较近 小张怒气不错 也能先到二 哇 虚弱了 再锤两下 能先到二级的 哇 但这个其实是在我们预料之内的呀 加强炮 没问题 盖票塔下还有一个果子 把线推过去 推完之后再回去 先做个视野 拉一下F4 再断一下节奏 再半局 哦呦好快的反应啊 套区弱要反打了 强穿极光减速到 要不的权量有点低 一决是给到SMY SMY交闪 少有跟闪 死了呀 交闪还是要死啊 没错 为什么这么快的反应啊 我的天啊 这也给他操作回来了 是这反应有点太快了吧 因为亚米脸上有个小兵 所以他不能三闪 只能先闪 但是克勒斯反应好集中啊 而且其实一般闪现是更稳定的 有时候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这下路让慈利这边拿到了优势 上半局打得也很凶啊 小张这里有怒气的一技能 回下血 两个人都是焦了点火 都有闪的一个状态 小张会先到五 这违心不能装 先在塔下把自己血量给回上来 盖了这英雄 强救强待 这个英雄对象 真的 你看这个续航能力 Live 这英雄回复太夸张了 小白 刷完之后 再往下靠 下半局 也伴随着刚才 胜腐的人头进账 重新掌握回了线权 把事业排一下下路的消耗给的非常 排完事业 小白到五了 留我走 命中的掃揚 要给大吗 感觉不能给啊 因为杰斯 miss了 杰斯的位置是不知道的 小白先给你绕一下 绕过来 康熊之夜垂上来给虚弱 但是一个睡 睡到了这个杰斯 在侧面再给上加转机关 也是死了 杰米也走不了 小白再一个遗闪 而且这么思耀也走不了 在塔下孤立无援 Kurtos double kill 这把可是Kurtos的爽局啊 3-0-2的KDA啊 这是一个偏后期曲线的择力啊 哇 这把这下路对线给打穿了 这把优势很大 而且我觉得是很难翻盘的那种优势 而且相对应的 其实你看星斗七在这段时间内 就在刚才下路爆发战争的 那段时间内 他没有在半区交换到太好的东西 在他的视角里面 抓这个盖伦也很难 对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抓盖伦 回报率太低了 然后那波周周也miss了 周周也不给视野 周周上去补了波 现在盖伦去补了波中 所以导致泰坦只能逛了波街 四分钟不到 这下路对位领先一千多 但这把对于诺瓦而言 在中期有泰坦加鳄鱼两个双点控 其实有机会能直接处理 极火秒掉这个泽利的 但只是泽利现在这样的发育 他的发力期会被稍微提前一些 而且是提前非常多 都不是一些 这把要看科特斯给不给机会了 科特斯如果不给机会的话 诺瓦确实翻盘的难度会有点大 因为诺瓦这个阵容是有一定进攻压力的 真有一定进攻压力 看第一波资源团了 还有四十多三十多秒 看两队对于第一波资源团的部署啊 而现在只要双人组在那条线 那条线就一定有线权 这条线权是被卡莎用极限超载 拉脱 还在拉扯着 现在泽利回家做出了吸引血剑 他可是一个二级鞋加一个成装啊 盖伦在断下小张的回程 小张回头打你一套 但这盖伦你看这会儿 二级能一开这个坦度 有反甲没办法 反甲加铁板靴 这鳄鱼看了一点胃口都没有 和亚龙登场 第一轮最先刷新 两队的重心都在往上半去放 想去争这个先锋 除非诺瓦的先手机会特别好 要不然的话我觉得TT很有优势 正面SMY这个地方 已经进入到放大很好的角度 想回来先开的是谁 开了这个酒桶 直接原地拍回来 先打一套亚米的血量 而且在侧面盖伦进场 想跟亚米玩什么 亚米没有死 先锋是被莉莉娅拿了下来 想先躲了一个语文的风筝军展 那这一波维新是拿自己的性命 换掉了队伍 拿到这个先锋 没错 而且亚米的那一丝 血量所选啊 这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维新主要没火啊 这维新的点燃 CD没赚好 要不然的话应该是个一换一 先锋放装 所以来说还是很大优势啊 对 拿到了一塔 又帮泽力补一下心计 现在对于诺瓦来说 还得再来尝试 找一波可能性 我觉得梦娃现在就是在中期啊 一定要通过上蚁的两个人 想办法把这个泽力限制一波 对 这个上蚁是有双点控的 其实理论上讲伤害是够的 而且要断节奏就是现在 不能再拖了 你待会等他两件套 甚至三件套再断就晚了 主要一会儿等着有水赢了 哎呦 三闪顶回来找这个 找这个盖伦吧 盖伦 套虚弱伤害够吗 骚扰 按下的暴影 打一套 虚空所敌 死角位了 没问题 这波维星没有闪现是个死角位 而且压米跟新斗鸡 也去完成了对于小龙的击杀 维星这把抗压了 这只能抗压了 小白 小张 来到上 这个位置小白跟SMI都在的 叶兰也要直接给 在等昆昆 超线暴闪一开 这个伤害直接灌死 可惜SMI把头给K的 有点可惜 但这波确实只要杀了就行 啊 NOAH 在下落 是由Skyfield和新斗鸡 能够成功的带掉下落的外塔 猛幻资源啊 在这段时间里面 上路也是能够让泽力 再拿一点点 肚层上面的一个收益 他肯定是退不掉了 加强炮 切仓军职业上去打一套 出发跌行 打了之中一个半身的状态啊 破障之风 出来 也就是把线离掉 肚层脱落 肚层脱落 这把这个泽力啊 这肚层也是 基本上最大化能吃的都吃到了 这把SMY也挺肥的 就大树本身是一个在很多硬服里面 他没有像九筒或者泰坦这种减伤 以及牛头这种减伤 对吧 而且他没有那种提升双抗的技能 所以他在这类硬服里面 他是一个比较容易被秒掉的 就是他那个坦度有时候看起来可能是虚的 虚的 他真是虚的 但这把肥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呃蓝色方拼了一下 有对信号啊 可能想打小张一个多打小 刘瓦种被走位扭掉 桑也在旁边 那没说法了 对 现在Nova还是就像刚刚天阳说的吧 围绕这个领先一点经济的鳄鱼 包括泰坦两个点控能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而且其实好消息 你看现在卡莎两个头稍微补一补 也没把这个经济落后的那么夸张 嗯 但现在泽力两个线套了 利昂摩刃加个银血剑 这没办法招他三个头啊 嗯 303的KDA 两边又进入到一个偏发育的阶段了 嗯 但这样的时间线是TD想看到的 哎 这个啥鞋 毕竟是由永恩 泽力 还有莉莉亚这个篇 三个后期的英雄去兜底的阵容啊 现在资源还有一分多钟刷新 想在上面去尝试一下 让鳄鱼在下路抗抗压 钩子没有中 那这样的话TD也得到了消息 泰坦在上半区 这把塔可能得给 因为队伍的重心也在下半区啊 这会儿虽然Nova有经济的劣势 但其实阵容的强势期快到了 这几个英雄都是中期打下能力很强的英雄 只要看Soil他的第二件嘛 他的鞋子和第二件做出来 我觉得就有一战之力了 这样Nova那一波团会很厉害 而且这把如果Nova想保证后期的可能性 其实Soil应该要肥这个点 小张也是回家做出自己的两件套 黑街加破败 这样在一打一的能力上面 维新得稍微少少了 这样真的要等到第二波龙团 第二波龙团 这个马上就要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 也许带来不了这种分界领的这种转变 但是我觉得还蛮关键的 Nova如果能够拿下第二波龙团的话 还保留一个龙魂的可能性 对 他们可以提一下龙魂的节奏 然后拿龙魂去逼你打架 对于TT如果控下这条龙 哇 那这把他们真的可以放宽心去往后拖了 Soil两件套带鞋子了 这波团我觉得Nova是真的很强的一波 而且Sky回去也应该能做出自己的第二件 没错 这虽然现在经济是劣势 但是阵容的强度稍微把这个经济能补一点 Sky是差一点吗 没有自己的第二件装备 反倒永恩身上是有一个食尚鬼加上神分的 打的位置是站住了 打的会很快 哎 这是要放了吗 来不及了 这个打动速度太快了 五个人都在 哎呦 这波感觉放的有点点自然了 而且几条线也没有再抢到一些兵线上面的收益 扭曲突刺接一技能 留住了小张自然之握 同步给小张接交闪 九桶大招炸炸的不错 把周周跟Smart掉到墙上 但是周周有一个破障之风 回到原地 这就是问题啊 这个三杠一杠三的大树真有点肉吧 这样是这场发育的大树 感觉小张直接反手一口咬咬过去了 直接来当伐木工了 TT还是在不断的滚自己的一个经济优势 把下入塔一推 经济差距已经来到了一个三四千左右 对 是吧 TT求稳的话要等泽利三件套 哎 他的这个穿甲 如果能 还是那句话 就是TT 就拖呗 就阵容 永恩泽利利利利亚 打对面就往后拖就行了 越拖越开心 两条龙确实是有点压力的 是吧 两条龙确实给到一定 往后去多的一个资本 的话也可以往后面看看 现在主要都没有这种很少 很好的先手机会 就是两个打的都挺稳的 小白反而去下路带了一波线 想让小白都吃点经济 想过来开吗 铁伤大招挂 是一个维新 新手大用的很一般 大拓战师的时间要到了 现在又有一个水银 雅米赛个炸炸回来了一个辅助大树 大树也有水银 而且大树好肉啊 这从头扛到尾就掉了半血 小白 流窝走 命中的小张 原来要直接给 泰坦给勾做了一个鞋头 强穿激光穿到两人 但依旧没有特别好 军一波打到底的角度 诺瓦的众人已经在二塔下落位 TT也不敢应跃 两边都交换了很多的技能 但技能用的其实都蛮仓促的 没有很好的效果 那现在又回归兵线上面 现在TT确实没有这种 能够毕生的把握 所以他们这个阵容 看到对面没有先手技能的情况下 他们也不敢做一些比较 激进的流人操作 比赛推进到13分半 现在大龙刷新 接下来两队的运营 就是理线 然后围绕着大龙去做设计 泽力三剑了 带无尽的三剑套 这个战斗力相当可观的 泽力战三剑套 TT是可以找一些想法的 等一下 周周用过破障之锋了 有角度吗 Yami 有角度 伤害也不太够 永恩这有一个实样轨 可能会浪费太多时间了 一度别 这样 Yami 要交闪了 要交闪了 为了保这个核线 把闪用了 但也没问题 关键 核线的视野是关键的 祭坛的视野站下来 诶 大树 大树的树儿子 好像把这个F6给抢了 把这个F4给抢了 你说大树 能不能打野吧 包能的呀 没说大树能不能打野的 没问题啊 没说有问题啊 只是有点喜感而已 啊 有点小乌龙 现在视野啊 给的压力 Nova是有点头疼的 对的 这还好有一个核道 视野的视野提供啊 不然这个视野压力会相当大 卡莎三剑套啦 想过来吧 绑的是小招 绑的是一个没有水银的鳄鱼 鳄鱼被打到了半线 你看泽力这个伤害 有多吓人这会儿 三剑套嘞啊 跟你闹着玩呢 那这样的话 Yami可能又要被打一套了 海闪再交过墙 正面SMY也交出自己的一个水银 交换了一下对面的状态 大树是用过自然之卧了哦 这几分钟 是两队打起团来 都是那种高手过招 点到为止 现在改变 时间线可能是要等到 下一条龙了 对于诺瓦来说 是他们的龙魂团 而这波团 如果诺瓦能打赢 并且控下龙魂 他们也会 多一次后期的保障 只要泽力的发育 还是太好了呀 泽力下一波团 能够创造多少的伤害呢 有双招有水银的 有双招有水银的 开团很难摸到这个泽力 鳄鱼也做出了自己的第三件繁星的提醒 现在两边现在中路排排站 想要把中间给抢过去一个大招炸得很一般啊 给机会了 亚米直接倒了 后续一个税 还没给税 这部小白没有给税 小白很稳 他知道他那个被动只挂到了一个人身上 没有必要直接给 亚米看上开得有点着急了呀 正面又找到了大叔 大叔在那里有点难走 飘过来 越飞上来勾芒 千里一点点被套那个虚弱 虚弱致命啊 周周这个虚弱 保住了自家XMY 而莉莉亚也完成了单人对于小龙的solo 并且阻止了诺瓦的龙魂节奏 那现在就只能等两个十世纪野怪了 一个纳什男爵 一个远古巨龙 而且主要对于诺瓦来说 他们现在开团 因为星斗是一个AP太坦 他必须得把大招留到一个最关键 以打伤害作为一个主要前提的情况 是啊 这把星斗最好的选择就是大招大这个则裂 这样反倒对于亚米来说 他开团如果一波没开好会很尴尬 就像是这一波一样 感觉SMY太装了 我就来试试 但是一个炸炸的很一般 海闪过来撞街炸 那个炸牛把SMY加到队友的面前 相反自己的位置太过于深入 导致了上一波团战的结局 而镜头切回来 现在比赛来到了17分钟 NOVA依旧是有和道谢祭坛的视野提高 缓解了他们视野的压力 17分钟 这TT的中外塔还在 NOVA确实没有什么点塔能力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手线能力很弱 中外塔也是NOVA现在的一根心头刺 就下一波团可能对于NOVA来说就必须得赢 就是他必须得赢下这波团 不能让大龙buff落入TT的手中 如果TT拿到这个大龙buff的话 NOVA这个阵容是很难去防守高地的压力的 我觉得现在NOVA真的要看激活了 真要激活先秒一个C位的 而TT这把比赛 因为自己几兄弟都比较肥啊 双倍都很好 泽力已经四肩好了 对啊 他都大穿了 所以就是你再不激活把这个泽力秒掉 我很难想象这个泽力在团战从头打到尾 你NOVA去怎么接 远古龙要刷了 远古龙要刷了 那两边一定会在远古龙处打一波 惊天地气鬼神的团战了 但中线的压力很大 中线NOVA这个阵容杰斯不在正面 卡上是不敢顶的 杰斯这有一个果子啊 能稍微帮他把血量抬一抬 只能双C都在中路站着啊 但推线还是推不过对面人 这种套杀还可以 但则六引起 马上就把长线上来了 还有树儿子站位置 勾到了一个SMY 但没有什么后续啊 这现在刘瓦种的伤害也起来了 你看力量 今天刘瓦种 亚敏被烫得也很难受 主要现在SMY给的压力太大了 哪有这么玩的 谁过来绑 绑了新一个太坦太 交了一个水银 后续也开了回来 亚敏也被打残 小张在化右啊 赶紧过来保一下 但已经在动远古龙了 动远古龙的速度是不慢的 相当快啊 这会儿 主要你看泽里的装备有多好啊 打龙速度特别快 要换大龙吗 两个人过去打大龙 三个人在远古龙这地方做拉扯 这是NOVA的决策 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大龙如果落入到TD的手中 是守不住这个压力的 但TD所有人都在来的路上 大龙倒是换掉了 现在TD想留人 但好像没有留人的角度 大树的自然之后也还在CD 周周在侧面也是封城拳战场 想去找对面回城的人 但有大龙buff 所以所有和小张也都能回去 所有和星斗也都能回去 那这个大龙buff所提供的冰线 倒是能帮NOVA稍微稳住 起码这段时间不被TD强开 好极限啊 我觉得这波处理NOVA真的好冷静 他们这个阵容真的是 不是很怕远古龙 但是就是怕对面拿大龙 拿大龙手无助高地塔 是的 理完线之后 TT就一定会强开你 对 在有杰斯的情况下 手没有大龙buff的冰线是完全足够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星斗在后面也是想来团队一点 做了一个帝国指令 这把输出的重任啊 要来到了四件套的卡莎身上 而他的首要目标一定是现在4-0-3的泽利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实现在TT的中野装备也起来了 嗯 伤害还不错 杰斯一炮也都能打泽利半条血了 现在TT真不好说啊 我觉得打正面团 可能还是要等到下一波的双资源 下一波大龙和远古龙的那波节奏点 但是你要这样的话 其实你能万一这样去换也不是个事 现在 这对他们是开不起团来 对吧 不好那么开 上一波SMY已经是那种闪现绑去开了 你看现在来大招 有一个王敏倒是先挡了一下 金斗西是利用自己王敏的盾挡了自然之物 好消息是去推了两个塔 把内塔给推掉了 男爵之力的收益-2200 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真的就起码不被TT拿双龙会一波吧 嗯 比赛可以到21分钟 这个是一个比较偏大后期的时间节点了 已经 已经是大后期了 周周的大隐魔刀也在路上了 打到后面就看哪边复活甲做得多了 这手游的比赛里面就看哪边复活甲做得多 复活甲多就容错高嘛 还两条命 是 下一波大龙可能会刷更快一点 这会儿其实你看几个人的经济差 跟装备的差距都没那么大 现在的经济差距可以忽略不计 对 装备是基本上该三件该四件的都有了 则利是做了一个大隐魔刀也是要提防一下对面像卡莎所带的AP伤害 包括泰塔 对 泰塔这三件套一个大下来 就虽然你有水影能解 但那个伤害是十打十来的呀 对 大龙会刷更快一点 还有30秒 而远古龙的话还有一分多钟啊 所以这个大龙刷了到远古龙刷现这段时间里面 我觉得两队可以围绕大龙多做点事 主要对诺瓦来说要防守住大龙的视野 蓝色王已经在拼信号了 TT 是野心之肚明 只要拿了大龙 他们是很好上高地的 加强炮先打残了泽力 现在战前就是杰斯的Poke手段 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同样有引血的泽力 只要有线 有野怪 就能把这个血量抬上来 莉莉也做了一个双生花 加强了她在团战的一个拉扯 再给卡莎拿一个红buff 现在远古龙还有个40多秒 这是本场的第二轮双资源了 大龙跟远古龙的双资源 两队在今天第六把比赛打得相当冷静 没有给任何的机会 非常的有章法 而且其实他们的临场反应能力也是很快的 就NOAH对于换大龙的这件事 我觉得那个角度虽然我们看到是一个负的经济收益 但是非常成功 我觉得还是对比赛的阅读吧 我觉得这个阵容就是对比赛的阅读做的更冷静 做的更好 他们知道大龙对他们影响是最大的 卡最后也做了一个网免 有一个保命的手段 那这样对于两队来说 基本上该神装的人也都差不多神装了 现在可能真是一波团的事了 远古龙也刷了 直到现在远古龙叠个风 赶紧交自己的翠切溜走 不能被开 安三不歪跟亚米两个辅助 又顶在前面 想过来开酒桶 酒桶的位置稍微有点差 一个大招 把大树炸了回来 大树也是用水银去规避了 小张实在蹭意打残了安三不歪啊 但是有狂图的 两面辅助 勾到了勾到了维新 维新也被打到了一个半血 刘沃总也打断了亚米的回复 远古龙快没了 远古龙雅迅的血量 远古龙是力量的 远古龙是力量的 远古龙是滴滴的 盘末接大招 旁边有小张 力量还要再往前做追击 一技能挂两个 卡扎直接飞 想操作 主要是提供那个白盾 不然会被烫死 所有这波极限的操作 但是他没有办法打破那个电章 比赛要在这个数话上的据点 提提凭借最后的远古龙 要拿到这套标记的胜利 双杀兜啊 直接挺进到决赛 让我们恭喜提提 最后一把两边都在悬崖边上 提提他们没有办任何错误 最终 4比2 把比分定格于此 而对于诺瓦来说 两个BO7的败倍 也会要给他们敲响一个警钟啊 要调整的东西真的很多 但对于后续的赛程而言 他们还是有时间去调整的 是 再次恭喜提提 恭喜他们